继续扣杀 继续扣杀 这个回球运气也是非常的好 一个擦边球 本来黄冠这边的正手大力扣杀 已经是箭在弦上 但是忽然之间发现这个球是 很诡异地变了一个方向 我们看这个动作 好的 忽然之间变了一个直线 好的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七下 对球七板扣杀 防守能力也确实是很出色了 对 已经扣杀的落点 已经到了挡板的周围了 在这个挡板的附近 我们看这个球 险些撞到挡板上 还是把球救回来了 毕竟没有出现像第一局那样 已经准备好 黄冠冠准备好扣杀的时候 他在照顾范围 还是救回来了 继续打这种高压球 还是救回来了 轻打一板 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已经把这个赛福用这种大力的扣杀 逼到了这个挡板边上 忽然之间呢 打一个很巧的球 不发力了 一减 打一个短球之后啊 这个球我们看 哈哈 把拍子放 又是这种局面 我们要很主动现在 看看 看看赛福能僵持几板 还有 这次打一个巧球终于打成了 这次打一个巧球终于打成了 对于运动员来讲啊 打上很细微的变化都能够使这个比赛发生很多变化 对于运动员来讲 这次打的比赛 还能够救回来 哈哈哈 实际上是把这个球啊 往这个地板上想反弹一下 然后把它拍起来 实际上呢 我们也知道呢 大概从94年开始 可能现在这个比赛场地的这个